牛肉怎么炒才嫩 准备食材 牛肉、青椒、鸡蛋、淀粉、料酒、胡椒、蚝油、生抽、洋葱、鸡精、花生油 1.将牛肉切成片 放入碗中 加入适量料酒、食盐、鸡精、淀粉和鸡蛋的蛋清 然后用手抓匀 淋上一勺花生油再抓匀 腌制10分钟 2.把青椒洗进去地据瓷 切成小块 洋葱切成小块 在碗中加入适量的蚝油、生抽、胡椒粉搅拌均匀后待用 3.热锅倒油 将腌制好的牛肉放入锅中 滑熟至变色 马上捞起备用 再次热锅倒油 将洋葱扁炒至透明变熟 然后倒入划过的牛肉 加入刚刚调好的酱汁 转大火快速翻炒 直至料汁与牛肉完全混合 倒入青椒翻炒半分钟 净出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